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和尚就发现在这堆货物里有口刀 看二位都是习武之人 老那我就把这刀给买去了 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你们瞧瞧吧 打外边把这刀递了进来交给二爷 丁二爷停在手中这么一看 这刀怎么这么眼熟啊 越看这刀 越向欧阳春的那口归零七宝 哎呀 丁兆慧可就来到欧阳春跟前 哥哥 您看这 贤弟 这刀看着眼熟吧 眼熟 你试试呀 对 我试试 说着 打这床边就把那刀鞘 给拿起来了 左手持刀鞘 右手持这口刀 以刀对鞘 一点一点往里送 嘎 刀对撬 正是归零七宝刀啊 丁兆会把刀捧到手里 再看看乌云老和尚 老和尚是仰天大笑 阿弥陀佛 二爷恭喜恭喜呀 这这这这这 丁兆会糊涂了 捧着宝刀 他是呆若木鸡 这时候欧阳春 轻轻拍了拍丁兆会的肩头 贤弟 哥哥 您要说什么 先把刀放下 哎哎哎 真听话 把刀放下了 坐下 哎是 丁兆会坐下了 欧阳春 拉了把椅子也坐下了 老和尚乌云在旁边站着 欧阳春可就问了 贤弟呀 你夜半时分 去往太岁庄 太危险了 你怎么不跟为兄说一声啊 哥哥 实不相瞒 是白日里 在酒楼之时 在酒楼之时 我就有心打探太岁庄的遗忘 那时节我也曾跟您表露过 要杀恶庄主马刚 可当时呢 我看您呢 一心想着吃饭 小弟就琢磨着您可能啊 胆小怕事 如其那饭店的伙计 介绍太岁庄之由来 还有太岁庄 有个好不错的亲戚 是经理的高官 当时您听了之后啊 哎呦 我看您面如土色呀 小弟就认为 哥哥您胆小怕事 不想染这一水 那么这事呢 对于小弟来讲 是非干不可 既然此处有恶霸党道 那么我就要为民除害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只可惜身边无有陈手的兵器 这才借您的宝刀 我真想叫您一块去 可是我一看您这个 您这个 你看为兄 身材硕大 对对对 我就觉得这个村王悦记 您可能不行 万一要惊动人反而不美 不如我一个人快去快回 把这事办了就完了 可没想到你说出这事了 那么现在我就不明白了 这刀他 货狼是谁呀 这货狼打哪儿 逃换的这口刀 老佛爷您得说说 该老佛爷了 乌云长岛摇了摇头 老那就不说了 还是听欧阳施主说吧 欧阳春也笑了 贤弟啊 有个细节 你是不是没说呀 细节 什么细节 就是你到太岁庄 房顶之上 你发现了什么 哦 对了 有一块瓦 我趴在中极上啊 准备要下去的时候 脚底这块瓦活动了 当时我还奇怪呢 太岁庄这地方 那瓦能轻易活动吗 可能凑巧让我赶上了 是小弟我呀 费了挺大的劲 把这瓦给稳住了 你就是这时候丢的刀 二爷一听不对呀 我当时那个姿势 刀是掉不出去的 你怎么了 那瓦为什么活动啊 那是于兄我 把他给起下来的 啊 您把那瓦给起下来的 对 在你脚底下 把这块瓦启动之后 你用脚勾住这块瓦 就在你用力的时候 于兄就绕到你身后 把这口刀给拔走了 哎哟 丁兆会听完这句话 是吧 后脖梗子那很多眼儿 全都炸起来了 怎么吓的 就眼前这欧阳春 三百多斤的大紫胖子 啊 在我身前身后 转来转去 我愣没发现 我盯着会什么人啊 九闯江湖啊 我这眼睛横草不过 真撑得起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他在我身边近在咫尺 动我脚下的瓦 把我身后的刀 我会丝毫没有察觉 哎呀 欧阳春多大的能为呀 自己还那么想人家 哎呀 真是夜郎自大了 我 哥哥 那 那您把这刀拔走之后 您去哪了 哥哥 我就下房了 我就进屋了 不对 哥哥 在那个屋里啊 我看见了 有个妖精 那妖精进去之后 抓住那马刚的脑袋 左边转边 右边拧 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可突然之间 那里边灯 熄了 我也明白 这妖精是人办的 他要杀这马刚 那不是您呢 怎么不是我呀 那妖精长什么样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那那个你不用描述 你看看 欧阳春站起来 来到这个床边啊 一伸手 那这床底下 叉 拽出一包袱来 打开之后 你看看吧 丁朝会一看 这是一副假脸 面具 还有服装 这 这就是那妖精 怎么这个面容啊 红头发 绿眼睛 锯齿撩牙 那舌头 还在外边当了呢 看那指甲 还有身上那树皮 还有那脚 哎呦 这是 这是余兄 我办的 这声链像 您穿这还挺合适 这是怎么回事 哎 事不相瞒 这是前两天呀 一个做法的巫师 住在这庙里了 临走的时候啊 把这东西给放在这儿 说过些日子再来取 我听老方丈跟我讲 我知道这事 所以呢 临时我就借用了一下 这不是收拾好了 又给放回去了吗 啊 这么说 是您杀了马刚 对 我将其人头取下 在你之前回来的 人头 我给扔到外头了 我看见了 打树上了 这 您这身法也太快了 哈哈哈哈 不算什么 这还不算什么 这哥哥 小弟有一事不明啊 您既然有如此能为 您为什么不直接进到屋中 把这恶庄主给杀了 何必要扮成妖怪的模样呢 丁照会一问到这儿 就看欧阳春挂大一下 就面沉似水 刚才这嘻嘻哈哈的劲没了 他要跟丁照会讲 讲什么 就讲这桩事情 也可以总结为四个字 叫围侠之道 欧阳春告诉丁照会 说贤弟你 在仁河县酒楼以下 那番行为 于兄我已经看明白了 你要替天行道 为百姓戳 这是围侠的初心 很好 实不相瞒 于兄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大不该 当着大厅广众之下 要跟围侠商量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 人多嘴杂呀 屋中说话 屋外有人听 路边说话 草内有人听 你知道咱们身边站的都是什么人吗 再有 到楼上 你反复跟这个伙计 打听太岁庄的由来 你知道这个伙计 跟太岁庄什么关系 他为了应付客人 也许说几句敷衍的话 那么你我二人 这个打本本身就惹人注意 又何况 那恶管家马路 见识过你我 他认识咱们的模样 咱们怎么能 再商量除贼之事呢 欲要除贼 商量这种计划 什么酒楼 茶馆 包括这佛堂之地 都不是商量这种事的地方 咱们得话少 一句话就得点中中心呢 先帝 闯江湖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头脑 于兄我 有此能为 除了马刚 为什么还要扮作妖怪的模样呢 这里啊 就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不给地方官找麻烦 第二 不给自己找麻烦 你要知道 是妖精杀了马刚 真说 议论起这个责任 地方官可以推卸 如果说是人杀的 那地方官 麻烦就大了 是在你了解太岁庄 来历之前 于兄我已经知道了 任何县这个县官 跟马刚是假意结好 他事出无奈 迫于朝中那位大力的权势 他不得不这样做 这位县官也早想办这个马刚 只是没有机会 那么咱们如果说 以现在这种身份 去杀马刚 这县官可就麻烦了 那么再有呢 就是刚才说的 你我弟兄这模样 那马路都见过 一旦见我这么进去 他一定记得住我 我何必杀他呢 那样官府四处 还不公文 捉拿你我弟兄 多麻烦 怎么办 你不想想吗 今后再遇见这种事情 要三思而行啊 贤弟 你还年轻啊 哎呀 丁朝会听完欧阳春这番介绍 当时叫啼壶灌顶 这一下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 欧阳春做事叫密而不宣 低调行事动作迅猛 真是个老江湖啊 可以总结起来两个字 就叫惊艳 看着都是闯荡江湖 这个大侠哪个剑客 白一话语飞来飞去 仗剑走天涯 这里边差别很大呀 欧阳春看着表面 有点迟钝 好像是禁锢着吃了 什么都不想 那实际心里边 盘算得清清楚楚 一步一步都盘算好了 丁朝会是有这热情 有这股冲劲 但是缺乏思考 那么今天听欧阳春 介绍完之后自己呀 汗阳了 真汗阳啊 那叫双霞 叫双霞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是跟人北霞比起来 差着太远了 叫望尘莫及呀 当即呀 丁朝会站起来给欧阳春 身世一里小地受教 就在这时啊 旁边老和尚乌云过来了 丁二爷 就冲您这句话 您日后还得长进呢 丁朝会又冲着老和尚拱了拱手 心中暗想 这也是位高人 那训徒怎么回事 我还没弄明白呢 哎 这时候老和尚提醒了一句 丁二爷 您跟欧阳施主这事啊 咱们就搞一段落吧 是不是这庙外头 还有您个朋友呢 哎呦 对了 哎 你看禁顾着说话了 还真有 哎 他也不问我什么朋友 我都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是我带回来的 那什么 我出去把他接进来 不用 我已经把他接进来了 在旁边那个禅房里呢 那那凡老您给带进来 稍等 老和尚出去不大会儿功夫 把那大汉给领进来了 这大汉一进来有点傻 哎呦 看屋里这二位 这个郡武生 知道刚才交过手了 这大块头谁啊 进来之后一拱手 二位英雄 两个人一伸手 那意思坐下吧 大汉没坐 他别让他们站着 他有点懵 不知道这都是干什么的 丁朝会可就问了一句 我说 这位大汉 你性自名水呀 你是干什么的呀 哎 你先别介绍自己了 我先给您赔个不是吧 是方才小可 颅芒了 说着身世易理 起来起来 不知者不怪嘛 啊 你是干什么的 实不相瞒 小可乃是任何县 一名捕快 丁朝会看了一眼 欧阳春 心中暗响 得亏刚才说这话 他没听见 这官人啊 啊 你是捕快 是 你叫什么 小可姓龙 叫龙涛 大伙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我大汉龙涛 哦 看看这 确个 行 大汉龙涛 叫得很贴切 哎 我不明白呀 你为什么在太岁庄外 见我就打呀 还管我叫银贼 这怎么回事啊 嗨 这位英雄 实不相瞒 这个我们任何县附近呢 出了个采花倒柳的银贼 他姓花叫花冲 人送一号叫花蝴蝶 我憋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哦 是你职责所在 一个是职责所在 再一个我要报仇 报仇 报什么仇 报杀凶之仇 哎 怎么回事啊 实不相瞒 那我 我跟您说 我哥哥 我亲哥哥 叫龙渊 跟我一样 也是任何县的捕快 就在 半个月前吧 我们哥俩奉 献他老爷之命 来捉这花冲 看见他了 正在作恶 我们哥俩就冲进去了 把这家伙惊走了 我们在后边就撵 眼看就撵上他了 这花冲啊 反过身来 啪这一下 他打出一只毒标 正定的我哥哥耿嗓咽喉 我哥哥当时就死了 我撵前去 再追没追上 他腿脚太快了 您说 杀凶之仇 怎能不报啊 哦 花蝴蝶 定照会想了想 这个人物 没听说过呀 转脸看了看 欧阳春 欧阳春用手 撵着秋冉 想了想 我知道此人 哥哥 这人什么来历 此人应该家住 河南花家寨 他的父亲 他的伯父 都是练武的 他从小学艺 应该说呀 根基不错 但是后来 入了邪徒了 专门采花盗柳 龙涛一听 没错 这人家说的对 就这么回事 得他不着啊 我呢 听说了 这花冲啊 跟这太岁庄 庄主马刚 关系不错 他们经常往来 我就想 他会不会 进太岁庄里了 我想进庄 去寻找 但是不敢进 为什么 这个太岁庄啊 来路太大 听说他们 有个亲戚 不好惹 连我们县太爷 都偷偷嘱咐我们 说跟太岁庄啊 要保持距离 最好别发生冲突 现在啊 我们老爷 正攒这太岁庄的材料呢 准备有一天 材料凑极了 就到上边 告他一撞 我们老爷拿不了他 但是这事非办不可 因为民分太大 没想到 我今天晚上正在这 蹲点呢 您出来了 实不相瞒 您这个身量处 可是包括您这相貌啊 跟这花冲有点相像 您没看花冲 这人物怎么样 这家伙长得挺漂亮 跟您啊 甭管是侧脸 还是背影 这太像了 我就以为是他呢 所以我 抡打过你就打 我还没打过您 反正就这么大的事 您您您您多多原谅吧 哦 是这么回事啊 那么说 这个花冲 不在任何县 应该是 反正我们在这县里边 找他好长时间了 太平旗也没有 甭问了 这个太岁庄 他也没在 因为咱不看见了吗 那个 那脑袋 那是马刚的脑袋 我啊 见过马刚 但这马刚怎么死的 我还不知道呢 我就跟您跑过来了 甭问那现在 已经有我们衙门里的人了 哦 那就不知道了 我是进去啊 想看看这马刚作恶 我想问问他 结果呢 里边一阵大乱 我就跑出来了 哦 可能让他 真是这么回事 那 哎 说半天 您是谁呀 我看您这武艺 太高了 能不能跟您 结识结识 话说到这儿 你都聊这么半天了 人家问 哎呀 那你要问啊 我就告诉你 我姓丁叫丁兆慧 您叫什么 丁兆慧 哎 这名我怎么听得这么耿熟啊 丁兆慧 哎呀 好像是什么什么 双侠 哎 不才正是小客 哎呀 您是大人物啊 丁侠客 您受我一拜 起来起来 不必拜 不必拜 你要想拜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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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一指 欧阳春 这也是位英雄啊 哦 这位 是 这位打我进来 我看气宇宣昂 气度不凡 那 他是谁呀 这位 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辽东北侠子然博 欧阳春 啊 龙涛一听什么 这位是欧阳春 正是 哎呀 欧阳侠客请上 受我一拜 扑通 龙涛给欧阳春跪下了 哎呦 欧阳春吓一跳 起来起来起来 哎呀 龙补贵 你这是何意呀 扶起了龙涛啊 就看龙涛这脸上啊 全是 敬佩 崇拜 对谁呀 就对欧阳春 欧阳春不明白 你我从未相识 素未谋面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哎呀 欧阳侠客 您不知道啊 您是我的心中偶像啊 欧阳春差点乐了 什么词 我说你心中偶像 我听您这个名字 可非至一日了 就我们这捕快 就我们这群里头 我们衙门里头 好多人都知道您 说您呢 九居塞北辽东 经常为百姓做好事 啊 承恶阳善 忌困富威 是不是您呢 嗨 欧阳春一笑呢 不过是百姓 以讹传讹 不是 不是以讹传讹 我看您这个气度啊 您就是个侠客 这是天降情缘啊 啊 我居然 我居然见到您了 你说 这偌大一个世界 这就是 我跟您的缘分啊 您要是不嫌弃 能不能 生我这个徒弟啊 喝 大汉龙头说的 情真意切 越说越激动 眼圈红了 眼泪要下来 还真感动 欧阳春了 欧阳春 看看丁昭慧 贤弟你看 丁昭慧有心说 这位功夫不太灵 但是呢 一看这大汉龙涛啊 有热情 有正义感 而且一直在捉拿这个银贼 为百姓除害 就冲这一点 这人可骄 哥哥 您要觉着他行 不妨啊 收其为徒 欧阳春点点头 他大心里 挺喜欢这龙涛 这小伙子 虎头虎脑的 挺招人喜欢 那么要做我的徒弟 我怎么也得看看 你的功夫啊 你给我练两下 好啊 好这龙涛啊 当时到院子里 您看着啊 走行门卖阔布 打了趟拳 把那棍子抄起来 又练了几趟棍 好了好了好了 北侠一趟 可以了可以了 心中看 想这功夫太差呀 这么着吧 龙涛啊 我收你个记名的徒弟 有句话说的好 徒访师三年 师访徒三年 经过一段时间 你在正式拜我为师 那也行啊 呼之屋里一盼喜气 旁边这个老和声 乌云一看呢 还有这二位英雄 今天都做了大事 而且欧阳侠客 还收了高徒 当下吩咐小沙迷 摆下素摘素酒 与二位英雄 赫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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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